好各位同学 那么现在我们正式开始了我们这节课的内容 在上节课的课程中 我们介绍了这样的一个令牌的设计的一个流程 但是我们也说了 上节课所讲的这个令牌的获取流程 只是一个概念上的 或者是说是思路上的一个流程模式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具体看一下 放到我们的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的这个talking令牌的获取 应该怎么来设计 好上节课所讲的内容是基础是思路 那么这节课我们是再来细化这样的一个上节课所讲的流程 我们现在的客户端是小程序 我们当然可以自己来设置一套账号密码的体系 然后模拟我们上节课里面的这个流程 来做这样的一个登录和获取用户令牌 但是小程序我们知道 它是构建于微信体系下面的 微信已经有了一个身份认证体系 我们没有必要在小程序里面自己来设计这样的一个账号密码的体系 我们可以借用微信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来做我们自己的用户权限体系 所以说在第一步这里 没有必要再传入一个账号密码了 因为我们自己的这个系统里面是附用的微信的这样的一个权限结构 所以说我们不需要自己来做这个用户 你不需要自己来传递这个账号和密码 相应代替的是小程序可以为每一个登录的用户 生成一个这样的一个code code就是一个数字码 那么我们不再传递账号密码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code码传向我们的get token接口 好 那么我们接着说这个code码是做什么的 既然我们没有自己的用户身份体系 那么我们必须有一个凭据去微信的服务器 去换取用户的身份的这样的一个标识 好 那么我们在get token里面接收到这个code码之后 我们就要向微信服务器发一个请求 然后把code码传递到微信服务器去 微信服务器在接收到这个code码之后 它会发挥给你两个主要的信息 一个是open ID 一个是三星片 三星片这个我们等会再说 我们主要说这个open ID 这个open ID就是用户身份的标识 其实我们可以想一想 如果我们就依靠微信的这个身份体系 我们自己来做这个用户身份体系的时候 我们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要给每一个用户生成一个唯一的ID号 比如说我们 我们 在传入账号密码之后 你去写数据库的时候 你的数据库实际上就可以帮你形成一个 代表了用户唯一身份的一个ID 这个ID我们通常叫做UID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的体系里面 我们是依靠微信的 所以说我们 要微信给我们传回一个open ID 大家简单的理解 open ID就是用户身份的唯一标识 好 那么关于这个open ID 它不仅仅是用于这样的一个用户身份的一个标识 它还有一些别的一些用处 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讲 比如说我们在做微信支付的时候 就需要这个open ID 好 那么使用code 换取的信息 除了open ID之外 还有一个三星K 我们简单的说一下这个三星K的作用 因为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是用不到这个三星K的 这个大家听一下就好了 因为如果要完整的理解这个三星K的话 需要你对小程序有比较深度的了解 但是如果你听不明白也不要紧 因为我们的产品里面是不需要使用它的 这个三星K的作用是这样的 在小程序里面 它可以直接访问微信服务器来拿到一个加密信息 那么由于这个信息是加密的 所以说如果你想解密这个信息 那么你就需要加你的代行K 好 那么之所以要解密这个信息 是因为这个信息里面包含着有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叫做优脸ID 好 那么我们这样提到这个优脸ID 还是给大家扩展一下 这个听不明白不要紧 这个优脸ID它有什么用呢 它和open ID其实是一样的意义 它也表示的是用户的一个唯一标识 但是区别是什么 区别在于open ID是一个用户针对一个小程序 那么它有一个open ID 但是如果一个用户在不同的小程序里面 他们的open ID是不同的 哪怕你的这个小程序是属于同一个账户 同一个账户下面 比如说因为我们知道一个个人的身份 是可以申请很多个小程序的 那么同一个用户在这个同一个身份 注册的小程序里面 它的这个open ID是不同的 好 那么如果说你想让 你想让一个身份下面的所有的小程序 它的这个ID是相同的怎么办 微信也给出这个方案 就是要使用这个优脸ID 好 这个优脸ID 它不仅仅是在不同的小程序下面是相同的 这样我们扩展一下 只要是同一个账号注册的小程序 公众号 服务号 这些体系下面的所有的这个优脸ID 对于同一个用户来讲 都是相同的 好 那么有些同学可能问 我这个唯一标识 跨不同应用的这个唯一标识 有什么作用呢 当然是有用的 因为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要做一个不同的小程序之间的一个用户关联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保证这个用户的ID是唯一的 那么这个时候你用open ID就不行了 你必须使用这个优脸ID 因为优脸ID是不变的 好 这个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和我们的这个课程的主题是无关的 算是给大家的一个扩展 好 所以说大家 但是你PIN可以把它给忘掉 对我们这个产品来说是没有用的 我们重点关注的是open ID open ID的使用是很多的 好 那么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这个open ID的作用 这个open ID主要有两大用处 第一个用处是它需要代表的用户的一个唯一标识 这是一个用处 第二个是我们在很多时候去做这个 比如说在做微信支付的时候 是需要使用这个open ID的 也就是说它除了这个身份标识之外 它还有一些功能性的作用 好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业务层里面 我们通过访问微信服务器拿到open ID的之后 我们需要把这个open ID给存起来 存到哪里呢 存到我们的数据库里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流程和我们之前讲的流程 其实就是多了一部微信的这样的一个流程 我们并没有自己去做这个用户的身份权限 而是借助了微信的身份权限 最终拿到了这个用户的唯一标识 并且把这个微标识给存储起来了 好 那么此时我们的这个用户身份体系就建立完成了 那么我们要考虑一下 客户端如何访问我们的API呢 同样的 我们需要有需要把这个用户的这个open ID返回到客户端去 然后呢让客户端每一次访问的时候呢都携带这样的一个open ID 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啊你的用户的这个身份是否啊可以访问这个接口了 好那么啊我们可不可以啊把这个open ID啊直接返回到小程序里面 让小程序啊在下一次访问我们的啊 比如说在我们这个下单接口的时候呢携带这个open ID呢 可以吗 技术上面呢是没有问题的啊 但是呢放到实际情况里面啊 我们不能把open ID返回到小程序里去 两个原因啊 第一个原因呢是open ID呢 微信呢是建议啊 这个呢是涉及到用户的这个身份信息的一些算是比较精密的数据吧 不应该呢把它存储到客户端啊 这个呢是处于一个安全性的考虑啊 所以说呢微信不建议啊把open ID作为用户的标识返回到客户端去啊 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啊 open ID呢是固定不变的啊 所以说呢open ID呢是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失效期的 如果呢这个open ID一旦传到客户端去丢失了之后啊 这个呢安全性是非常差的啊 一定要设计一个有有这样的一个失效期的一个ID啊 好那么解决方法是什么啊 解决方法就是啊 生成一个令牌 让令牌把用令牌返回到客户端去 同时呢这个令牌呢是具有一定的有效期的 那么啊 下一次用户访问的时候呢 他就要携带这个令牌 你通过这个令牌呢再去找到啊 对应这个令牌的这样的一个open ID 里面啊来获取啊 甚至是你在小程序这里啊 你产生这个code码之后啊 你直接使用小程序的这个WF这个块的啊 访问微信服务器 他都能返回给你这样一个open ID啊 甚至根本都不需要经过你的这个服务器 但是呢从一个架构和这个管理 以及这样的一个安全性上面来考虑的话呢 还是要把这个code码发送到服务器里面啊 由服务器来调用来调用获取open ID 并且呢再来管理这个open ID啊 好那么啊 接着呢我们再考虑一下啊 如果呢我们把open ID啊 以及你生成的这个token令牌啊 都记录在数据库里面的话呢 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 我们之前在做这个想程序的时候呢 我们给大家说了 比如说在首页里面啊 我们只是一个首页 一个用户就要访问三次这样的一个数据 访问三次这样的一个API啊 那么每一次API呢 我们都会携带啊 我们API返回的这个令牌 好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令牌啊 记录到这样的一个数据库里面去啊 这就会有会有一个什么问题啊 一个用户啊 你只是看一下首页就要访问三次API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要核对这样的一个令牌 是否有效的话 我需要查询三次数据库 对不对 那么啊 假如说我的这个用户啊 有100个1000个的话 你想想你的数据库的压力有多大 很大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为了减轻这个数据库的压力啊 我们可以啊 借助一下这样的一个缓存机制啊 我们啊 这个数据库里面呢 你肯定啊 要持久化的存储这个OpenID啊 但是呢 这个令牌啊 我们就不要把它存到数据库里去了啊 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频繁验证的时候呢 我们主要是要验证这个令牌 还是否合法 懂得 所以说呢 我们呢 可以啊 把这个令牌啊 以及一些用户的一些信息呢 存储在缓存中啊 这样的话呢 一个呢 是节约了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 呃 性能压力啊 另外一方面呢 也可以加快啊 用户的访问速度啊 因为缓存呢 缓存的查询啊 绝对是远远比你查询数据库要快的啊 呃 这个不能绝对的说是远远大于这个数据库的访问速度啊 但是呢 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面啊 缓存的速度肯定是要优 肯定是要快于这样的一个数据库的啊 呃 很多有基础的同学啊 都知道啊 也经常的很喜欢去用这个缓存啊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理解啊 为什么要用缓存啊 不要去乱用这个缓存啊 因为缓存这个东西啊 呃 你用起来是很简单啊 写代码也非常简单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考虑到缓存的维护是非常麻烦的啊 这个呢 远远比数据库的维护还要麻烦 数据库的有时候如果我们数据量多的时候啊 这个维护起来啊 就已经很麻烦了啊 但是呢 这个这个缓存的维护啊 更加的麻烦啊 所以有时候啊 技术这个东西啊 不是说是大家喜欢就去用的啊 你一定要去综合的考虑这样的一些问题啊 最后再来选择是否使用缓存啊 呃 我写代码选择技术 以上的理念就是啊 这个技术有好处有用 我才会选取它 并且呢 我会衡量啊 这个技术呢 它除了一些优势之外呢 它还有什么缺点啊 比如说这个缓存就是啊 我们很多时候用的时候呢 一直考虑到了它的某一个方面优点啊 但是你没有考虑到它的缺点 好 那么啊 这个结构体系非常重要啊 大家下去了之后呢 我们再理一下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呢 实际上呢 是生成的令牌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啊 当你啊 携带令牌的时候啊 如何去访问接口啊 呃 我们上面这个架构呢 是比较复杂的 但是呢 我们在设计好了之后啊 呃 小程序里面呢 在访问接口的时候呢 就变得很简单了啊 小程序呢 只需要啊 携带这样的一个令牌 然后呢 我们的服务器这里呢 会校验这样的 会有一个层啊 去校验这个令牌啊 这个令牌的校验啊 就是啊 它不会直接去查数部部了 明白吗 它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 是会去缓存里面啊 去读取相关的信息 并且在做这样一个校验啊 验证通过了之后呢 才会调用啊 调用这样的一个API接口啊 我们这里举例子是下单接口 好 那么如果呢 是如果呢 是不合法的话 那么呢 就会向客户端 返回一个异常啊 这个流程就非常简单了 好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就讲到这里啊 呃 我还是强调一下啊 这个体系结构呢 非常重要啊 希望大家下去了之后 好好地去理一下啊 并且呢 希望大家呢 把这个小程序里面的 这个体系结构啊 和我们上节课所讲到的 这样一个通用的体系结构呢 做一个对比啊 其实呢 这个小程序的这个体系结构呢 就是在之前课程里面 所讲到的这个基础体系结构上面的 一个衍生啊 但是呢 它跟它从本身上来讲的话啊 它没有跳出 呃 这个基础通用结构的一个范畴啊 好 那么本节课的内容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